迎接新年农民节到来 苗栗县大湖地区农会盛大举办庆祝活动 表扬各界优秀农民 并办理结合草莓特产的米食推广料理 苗栗县长中东景到场同欢 并呼吁农业与智慧科技结合走出新局面 大湖地区农会辖区包含苗栗县大湖乡与台湾乡的农业推展 迎接一年一度农民节 在农会大湖酒庄前广场 盛大举办各界优秀农民表扬大会 受奖对象包括了优秀产校班员 家政班员 四建会 农会优秀志工 优秀青农 以及大湖和泰安优秀农民等共144人 感念农民会员朋友一整年来的辛劳 那农会本来就是在推广 就是在技术方面 我们希望说价格不是我们可以决定的 但是技术我们可以培养 所以我们尽量找年轻的人 让一些年轻的青农什么的 我们也鼓励他们 让他们多参与 然后将来栽培技术可以好一点 那至少我们草莓的品质会更好 苗栗县长钟东景与当地乡镇长和代表会人员 都出席这一场地方顺会 钟县长有感而发指出 现代农业一定要结合多方科技技术来打开新局面 同时农会所得盈余 也应回馈到农会会员身上 除了表扬活动 透过甜妈妈家政班的厨艺 结合草莓特产 开发出多样米食点心 色彩西津 农民节是有家政班 还有事件会 以前事件会比较多 是鼓励年轻人的 那家政班他们就有做一些米食 所以我们也在推广这个客家米食的部分 因应这场顺会 大湖酒庄也同时推出 20周年庆酒品类指定商品 送价值300元礼盒活动 欢迎各界前来旅游观光 领略大湖美好风情